大家好,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用远距的方式跟大家分享 那以我的理解就是之前好像朋友已经有把slido的连结有交给大家了 所以如果就是还没有上slido的话 也欢迎刚刚没有投一个slido的连结 然后以我的理解在最一开始的时候 是不是从slido之前我已经挑了其中几个 要用一问答的方式是不是来跟我对话 那之后就直接对着一幕自己念出来这样子 没有一面合成了 好,那我就尽量简短啦 因为我想绝大部分的问题都是 如果在场的朋友们就是自己透过slido追问 或者是就是我相信这边如果按举手的话 应该工作人员看得到 应该可以用me把声音放出来 所以如果就想要追问呢 或想要支持最强的朋友 我想这样比较interactive 不然跟我比较interactive 运路都没有什么不一样 但是他都想不看运路就好了 所以一开始的这些问题我是想说 我就不花非常多的时间 我每个可能就花了一分钟左右 然后稍微讲一下如果太OK了 好,大家觉得OK了 太好了,那就开始吧 那第一个是说像台湾跟全球的数位创新趋势会将近了哪些面子 那些产业的发展 其实并不是某个特定的产业 数位我常常讲的是好几位嘛 数十位数百位都是数位嘛 所以数位证委就是很多证委 那这不完全是开玩笑 因为数位让我们能够就是跨越空间跟时间的限制 就像如果在传统的情况下 一个人拿个麦克风讲话 那其他那些都不能讲话了 但是现在就因为我们现在有上数位系统的筛的很密集的一些 所以大家都可以就是想到什么 还是可以用打字的方法 甚至彼此按赞 那让我觉得非混音不可能 这个就是数位一个很具体的状况 也就是说在传统上面的类比的时代 我们受到就是物理的限制嘛 所以任何的组织当中 待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它传播讯息可能不困难 因为毕竟还是有广播啊电视的那种方式 但是要怎么样 就让第一线的创新能够立刻的让组织 能够扩展创新 这个就非常困难的 因为没有就是多方部 让我们听得到这样的刻画 但是在说转型的过程 基本上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让大家快速能够形成共同的价值 好像少来的投票这样 那另外一个就是要符合价值的创新 那对刚才就是对您清楚 我快速的重述一下好了 就是我觉得它会注重在两个面向 一个是之前比较不确定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 那对于说话的生意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 那对于说话的生意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 那对于说话的社会的想象是什么 那方面的数位的社会创新 是最需要优先着手的 那就像刚刚讲到的 就是我们在行政院 我的工作就是不是为 不过的people 不是为人员工作 是为不为的people 是跟大家一起工作 我们的意思是说 不要再继续这样 好 再试一下这种观点的重心 是不是我直接对着这个讲 会最清楚呢 请问一下 现在好很多 好的 那所以这个也可以看到 及时的互动的重要性 那所以我就再快速 30秒把开放讲的再讲一次 好 那我觉得不管是数位化 或数位社会创新 重点都是从一位到数位 就是到非常多位 那所谓的数位 好几位几百位数 十位数百位数 千位的意思就是说 一方面不是某个人说了算 而是及时的第一线的创新 跟像麦克风听不清楚 赶快换一个 能够很快的及时的传递到 所以迭代的速度加快了 那第二个就是说 它创新的来源 也不一定是从某个地方来 而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想出新的方式 然后就做过影响的方法 取散播 那我刚才举的例子是说 我刚才举的例子是说 也不是我发明的 是民间距离地社群发明的 但是他们发明的时候 也不是说 H2QR Code 就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去制作 事实上制作的方式 扫描的方式 包含像LINE 或者是非常适中距离 让几个家居士科技等等 每个人都在共同的价值的基础上 可以共同创新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要对一些优先做商论 好 以上是前卿提要 那大家都说 听得非常清楚 那我们其实就换下一个 那第二题是说 说是想想怎么样揭露出的科技 好像的AI 区块链这些运动的方式 来帮助一般的民种 弱势的团体 理法组等等 来改善生活 都可以跟我们分享 让你印象深刻的例子 好像好一个问题 决定来说 像之前我们在口诏实名制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就是有很多 民法族的朋友 跟我们一起创新 才确保说 就是我们都知道 当时要求排队的时候 他们是最多付出排队的 时间的族群 那但是呢 我们就用一个概念 所谓的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就是关于谁的事情 就要谁来一起做决定 所以当我们决定的时候 我们想要在便利商店 提供预购的口罩 口罩在年龄的时候 那我们就不是立刻 我们想到一个主题 当时想到用金融卡 在ATM股店转账 52块钱给机关税 拿小白单之后 到贵乙堂群去口罩 那看起来非常的安全 资安绝对没有问题 迷私没有问题 而且连付款都简单的解决了 但是就是因为 我们有Rock Lucas Group 事实上我去问我88岁的阿嬷 去说这个 这到底是不是有好处 那他说他都没有去拍口 知道年纪太大了 他就介绍他的年轻朋友 也就是77岁的杨乃 这对大来讲年轻 但是这位年轻朋友 我就去跟着他 去实际操作了一遍 那杨乃就说 如果要我用提款机 我可以回去要我去排队 一点麻生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只有 在停现金的时候 不会用提款机 赚账他是信不过提款机 上面都有165款诈骗的帖子 他担心不小心多按错一个键 那存款就不见了 那一定是去邮居 金融其国天赚账单了 那因为这样的问题 所以他就说 我们应该要把便利商店的 基本上还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等等 所以我刚随便这样子讲 里面大概就10个 touch point 都是因为像杨乃乃这样 77岁长辈的坚硬的关系 我们就重新设计 我们就改善 但是这个好处就是 口中3.0推出之后 原来就变成我们社区里面的KOL 他就去交所有他的年轻人 66岁的55岁去使用 所以简单来说 就是不是我们去照顾民法族 让他们改善生活 而是我们请民法族 一起进来设计 怎么样子让我们大家的生活 都可以有所改善的 就是所谓的公用生计的这样的概念 我先到一分钟 我们就下一个 好 这个资格很多 第三个问题是说 请问那种事在数位运用的重新开发 会需要考虑哪些面向结果 和解决问题和可知数 如何在数位运用的创生过程 运克服资源的效应来找出 一个能够兼顾与平衡 或者什么相称之社会 时代作成经济状态 甚至意识形态的立场直接方案 来达成共识来 活着所谓的共创 有去发展的这个成果 这个感觉上很像 你知道总统就是也说 这类的错词 那对 那我是觉得说最简单的想法 其实就是每一个地方的人 他大概都已经有一些 克服当天的问题的解决方案 以前的问题就是 我们说未来已经来 我们持过三步均匀 就是大家并不知道说 已经有这些创新的解决方案 存在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那因此就会发想成是 zero sum 发想成是好像一种零和的 这边要照顾那边就必须牺牲 而没有办法共创的这个情况 好比像说像之前 我们在工程中的参与平台 众品的上面就有一个 很多人而言说的提案 叫做禁止使用塑胶吸管 也就是说像好像珍珠奶茶 我就一直在拍一个影片 我一泡上去就有一堆网友 就问我说 为什么竟然用塑胶吸管 最后用塑胶吸管是一个败笔 那我就跟他说 因为你去听他的声音 那就是玻璃使管的声音 那所以意思就是 很多人非常在意那一段塑胶吸管 所以在当时就签个脸书 就是要求环保术去逐步的禁用 特别是在外带的情况下 塑胶吸管的使用 那当时呢 跟这个铁爱人 他叫我爱他像他小孩 没有人知道他的背景 都觉得应该是某个环坛大牢 才能够瞬间很多人的脸书 但是当我们实际见到他的时候 反正他刚满17岁 是王宣如的一个高中生 我们就问他 为什么要提这个案 他说这是他的 宝贝克的作业 然后那随堂作业 然后他提了之后 那真的就非常多人的脸书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有非常多的年长的朋友 17岁的朋友 他们最好的伙伴 就是70岁的朋友 因为双方都有非常多贡献的事情 然后都很在意永续的议题 所以他们就在网络上 像不素质客塑胶的作业 社群就帮助他的这个脸书唱案 那所以因为有5000个人的这个唱语 那再加上我们把他们实际约来 跟实际做这种一次性感觉 唱上面对面的沟通 所以我们就发现所谓 take all the sides 选美一边站非常重要 就是在我们实际做出任何政策决定之前 先让每个人分享他们的创新 我们就发现 因为原来制作习惯的厂商 现在也对于永续的材质 成功可分解的材质 可多次使用的材质 他们非常的感兴趣 而且那样子的marge才高 他们想要知道的 其实是怎么样结合这些 宝贝克的力量 去 promote他们的这些产品 怎么样做到永续的转型 所以后来就变得比较融洽 就是各方就不是互相吵架 而是真的找出说 我们怎么样先进入南部 再进入南部 大家慢慢改变自己和引游的心怀 那这样子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共创 永续发展的直播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slider上面再提 那我们之后再来回答 那又一分钟我们再往下 那第四个问题 说的推动 数据社会创新的过程 对偏向地设置 以及论定者数据落差 政府有哪些政策规划 业定的作为环境 如何增加提资讯群 也就是所谓的low information data 在资讯上有获取一些判断的能力 以及降低资讯的落差 其实降低数据落差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bring technology to where people are not ask people to come to where the technologists are 就是说让技术来配合大家 而不是说要求大家来配合技术 我刚才刚进门的时候 同样就提醒我的扫金军师 我觉得非常非常高兴 作为这个创始人 我们是觉得说 表现我们的工作被看见被肯定 对那但是 我们在最简直实验室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法 就是我们很明确的说 这并没有取代掉机油的指定食品 没有取代掉现有的系统 也就是说并不是大家好像瞬间 都必须要去使用手机 因为我知道 但毕竟还是有些模糊使用手机的 而在所有使用手机的人里面 也有20%左右 它是没有任何下载新的app的习惯 也就是说手机上本来惯了 它们就会使用什么 那所以如果我们一开始的这个实验 其实它没有所谓的 graceful跑板 就是我想其他国家一样 你一定要安装一个app的话 那一定就立刻把20%以上的人口 排除在我们这个 Narco之外 但是我们的设计方法有两个吗 一个是说就算你使用翻盖的手机 可能完全不知道怎么样玩 手机上扣 但是你也可以去手动 这15个代码去手动 透过简讯传给1922 那这样子的情况 绝大部分的人就算是用翻盖手机 也会用 那第二个是说你旁边的新墙号 帮你扫的时候 它后面可以写个加2加3 那表示他带警员一起进去 那也帮你解决到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你完全没有手机 又没有新款到你起来 难道你就不能进场吗 你还是可以同时一半吧 而且当时就有很多边相地区的 还有一些领帐等等 帮他们那边的老领帐 每个都磕了一个连续帐 什么是连续帐 就是没有特别盖一名 就可以盖了帐自己 填充他的墨顺 所以他就把他的联络方式 直接写了照片 跟他的称谓 那他直接盖了就进去 遇上突然购买快 但大家可以想一想说 如果我们是由上而下要求 一定要安装APP 一定要安装扣扣扣 而说值得以后就不能用的话 那这些朋友不管 哪个只20%还是2% 一定非常非常不少 而且就会变成一个破口 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下 大部分人就会觉得说 我们没有照顾到这些地方的需求 这些地方如果爆发疫情 我们没有办法把contact tracing 就是一定要追踪 24小时到24分钟的话 那一定是会造成双方的互相的评议 但是因为我们说 现在你们在地 可以发展出任何新的方法 我们也都交单劝授 那这样的情况反而就是可以共融共创 而且他们在没有那么大的压力的情况下 其实到最后大家 因为LINE的低扫大企业加入了支援 要多久都加入支援 所以对他们来讲 所以online就是online 所以在LINE上面加朋友的地方 他就加那个失联之旅的那种感觉了 那这样就发现 所以过了不到一个月大家都会使用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一个Ladder of expertise 就是每个人旁边有比你稍微懂一点点的人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讲进咨询相关的逻辑 那这位朋友想要知道说 对于数位科技关于敏感度低的人 比方说不是资讯科技相关的背景 如果是想要增进数位创建能力跟知识 有哪些自主学习的管道或者方式 其实我通常不会建议说 你要学所谓的资讯科技的背景 因为大部分资讯科技 就是我们这些算是本科的人 我们在意的比较是他的原则或者引力 但是对大部分的朋友来讲 其实应该是从应用入手 而这个应用是别人已经写好的 因为我们只是稍微改度下 稍微克制的话 将它来符合你的需求和距离 好比像说大家可能都用过失算表 那失算表里面 其实那些等于开头的那些语言 就是城市语言 那如果善用失算表 包含数据分析表之类 那最近有很多失算表 加入了先进的城市语言的功能 Lambda 帮助事情式这一类的 那所有的这些功能 其实当你在使用的时候 如果是你工作的情景里面使用 每天可以帮你省掉 10分钟的时间的话 那你就多出10分钟时间 可以再去学说 那你学到这个东西 怎么样去帮助旁边 其他人的生活 这我不认为说 自主学习的管道或者方式 应该是由我来告诉大家 而相反的应该是你旁边的 如果他稍微比你懂一点点 比起某个比你懂非常多的人 要更好来当做你的老师 为什么呢 因为这就比较容易重做中学 在你的工作跟他工作 相互重叠的那个地方 稍微应用一点点的资讯课计 就可以去帮双方都省掉时间 所以就是要学到能够省到时间 而且你如果想要省到时间的时候 知道要找谁的这样子一种程度 而不是特定的程序医院 你旁边的同人在用什么程序医院 你不要在用什么程序医院 你就学那种程序医院 就下一条 那资安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说 世界各国政府以及大型企业 在世界平传 老板说 根本是储存攻击 勒索一片被恨的世界 结果资安问题是 你反对再实施处的 创新计划有些考量 如果职系上有困难 就是放弃 确保资安没有遗留 其实资安它是 断而长时间的 互相工厂 然后累积出来 对一个系统适合在哪里使用 不适合在哪里使用的 一个累积的经验 所以向简讯实验室 就是最好的例子 因为简讯本身的资安的状况 已经有非常久的时间 那QRCO扫码器 我们要怎么做一个 专属的扫码器 这个资安问题 实际上也是累积了 十几年的时间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因为它的每一个组成的成分 都是大家在疫情之前 就已经知道 而且是任务 所以我们就可以建筑在 就是本来的这些渗透测试者 这些所谓的白帽骇客 红队这些的基础之下 我们只是把既有的 知道自然没有问题的 这些原件 去做一种新的搭配而已 刚刚提到的 透过健保管和便利商店 也是一样 因为这个是建立在 就是包含棕锁水 以及地装水 在便利商店交税的 同一套系统 所以我觉得 因为这个不可能一蹴而起 就是在平常 当你在建制那样的系统 你知道一开始就要 维持良好的跟白帽 黑客 良好的关系了 那邀请他来 就是攻打你的系统 而且教导你的防卫的人 怎么样从公计者的角度思考 但是真的要变出一套新的系统 我觉得最好还是用引擎测试 大家都已经知道 它的自然的边界 在拿着这些文件 然后透过一些 我们叫做隐私保护设计 这样的方式 确保说里面的任何一个元件 如果被公布 都不会造成无可挽回的破坏 比像说 你如果找一个实验尺 你这个食物码的记录 存在电信箱 但你的电信箱 并不知道这食物码是什么意思 所以纵使那边 有些状况出现的时候 那也没有办法说 反推你去过哪里 但是像在官网 他知道这食物码是哪一家店 但他完全不知道 有谁扫过这个食物码 所以如果官网自己那边 有什么状况的话 同样也没有办法反对出 任何人的状况 那就是所谓的 Privacy and Clancy Technology 设计的时候 就考虑到隐私的技术 希望我们就再往下 那所以你思诺 那对于说 你所想什么开发 对人知道提供 是不是他的适当的体现 以及安全 和自由要什么样的情况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说 在这一次的数位防疫工作运行之上 已经产生许多可以用于分析的 大数的决策 针对这些已经建立的 资料库使者规划性的用途 在数据使用 向使者各自保护率 微有靠 请教政府采情的应对方法是如何 不过我想先讲一个最基本的概念 就是说我们搜集的时候的特定目的 因为它是防疫的 紧急的这种目的 那这个目的一旦消灭 就只会重新解散之后 就回到本来的各自法来处理 绝对不会说 好像他的这个 企业手机的资料 就是治管法权的这种事情 那另外就是 大家如果想多事情知道 什么都可以好 所以这一次的实验制的减券 进攻防疫目的使用 那事实上当初这个 这几个字才真的是我的贡献 其他大概都是别人发明的 那为什么我这样子写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说 我们28天之后删除 就是完全删除了 我们唯一留的是什么 就是到底有多少次扫描的 这个完全统计数字 但除了这个完全不可能 还原的统计数字之外 其他全部都完全闪光光 所以如果大家去有一个网站 它叫做sms.1922.gov.tw 你就可以看到 就是所谓的双向给出交代的 这个情况 因为这个双向给出交代 就不是只有我们自己 才知道说到底有谁扫了 或者是有多少人扫 事实上每一个人都可以知道 那因为每个人都可以知道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不会变成双向商 就是大家调阅资料 有时候会担心说 到底谁看过的资料 我怎么不知道等等 而是说你只要到这边 建议的是基础之后 你就可以知道在最近28天 到底是哪一个卫生区 在哪一个县市标号几个医疗人 看过你的哪些资料 那这个的好处就跟我们健保制度一样 就是每次刷健保卡的时候 那个钥匙或医师也要刷他的 以及他的机构的健保卡 所以如果之后发生一些争执的话 你永远都可以知道是哪一次的刷卡造成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应对方法 像Mutual Commability 双向北处招贷 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这一次在隐私的保护上面 为什么需要做到这样的高的标准 就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强迫大家来用铁区实验词 所以我们如果不做到这么高的标准 就没有一样铁区实验词了 那这是要争取大家的支持的一个做法 那甚至说之前有一位法官 张莲森法官说 也竟然有刑警来给他一个搜索票 希望能够调出那个食物满网 地址的对应 要做什么诈骗 什么防治犯罪使用 侦办使用 就是通船法 通保法 通讯监察保障法 他当然没有签来搜索票 但是他说这是不对的 未来的法官根本不应该看到这张搜索票 所以我们就立刻在那个月 就做了你的指挥中心的函视 说这个28天主要删掉的事 也是更要保持半年的重大嫌疑犯的 这个通讯保障监察法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这根本不是通讯呢 只是一个便利贴贴在你的电信上 你的电信上根本如果你旁边的人确诊 根本就不会交出这个责任 指挥中心都要不到这个责任 可见不是通讯吗 那因为有这样子打发十岁之后 就无大连信 就不需要再交任何资料去给 就是通讯法那边的检听的这个机关 那在192的这个号码 等于就被电信称 它真的就是专门工 是用而不是好比像说在新加坡 只要是重罪就还是调得到 或在韩国反而是一条人要去跟警方调资料 就不是这样的状况 好那第八个问题就是说变革推动跟落地 那就是有一个问题是说要怎么样协助工部门来推动数位转型 那以及另外的相同的问题 其实就是怎么样让我设计社会工具的长官以及同仁 接受新的观念还有新的做法 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直接让他们第一手的经验 因为如果没有第一手的经验的话 那其实所有讲的对他们来讲都是非常抽象的东西 只有它实际看如的毫无相说 就是像现在这样子和国大的同一屏幕 把大家都连线连进来 然后发现出没这个比起见面三分情 说不定视讯四分情 那不用戴口长 就是意思就是可以反而看得更清楚 那频繁也不是像他们年轻的时候视讯都听不到 而且麦克风有问题可以立刻解决 那总之这样子的情况下 它的第一次的经验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经验 那所以我通常不会说要全面的怎么样数位转型 而是挑它的工作里面的某个痛点 那个痛点不管是因为防疫的关系 所以不去挑战会议的形式 还是因为替代已经退场了 所以就没有人去做那些工具人的工作 必须导入数位工具等等 反正就是帮助它解决 就像刚刚讲十分钟的痛点 那这样它就多十分钟 去想未来数位转型的世界的用法 那下面的部分是问书 对过程里面最困难的部分 以及这么样的因应 那我是觉得最困难的部分 就是想要急切的立刻今天看到全面的概念 我都不是这样子想 我的想法是说 我们只要今天刚刚讲十分钟 然后我把这个十分钟方式分享出来 而且我没有骗子的问题 我也没有什么著作圈问题 所以任何人觉得 他的就是想法比较弄得好 那我立刻就说 那你请你来 那他的这个想法立刻就变成了隔天的政策 所以在就是准备中间24小时每天下午2点 都会更新一次政策的情况下 我们就是跟整个社会一起创新 所以我们反而是不需要那么急切的说 我们今天要立其功与理议 而是透过一种 不是会炒的有糖吃 而是会炒的 我们就进厨房一起炒糖吃 口库的炒变成了火库的炒的这个方式 所以大家在网络上面召唤糖封 这个就是很多就是非常来乱的讯息 那里面就是只有几个字 我看起来真的是蛮有帮助的 真的可以帮助我们下次做得更好 我明天做得更好 那我就会好像指挥官之前面对立委 其实是说口床分配不均 那有句名言说 我以为教教我们 讲的我大概就是对所有人都是 那都教我 这样子的态度是这样子的方式 我想沟通方式都已经回答了 以及如果我也要网络创建 更具包容性的思维方式 那就像刚讲 就是所谓的选美一边站 如果看到任何的发言 对我有所批评指教 我竟然看不懂 我想不会觉得那是他的问题 一定是我的问题 我会想尽办法去踏入 他所在的那一个社区的生活环境 那直到我真的能够看懂 他的这样子的想法 到底从哪里来不及 那永续发展 没有意思 请问您对于台湾目前 不同层面的永续发展的策略 执行未来展望 那是insight 还有就是政府机构 对永续发展的意识 或者能力的提升 是不是也有什么实际的 做能够规划的作为 在接触台湾企业的经验当中 比较常遇到永续变革上的困难 有哪些 其实永续这个字 在以前是没有跟发展连在一起的 跟发展连在一起的最近十年 特别2015年之后 大家才就是讲永续发展 在以前大部分讲永续 都是在讲环境这方面的永续 那它跟经济的发展的永续 它大概不会在同学话里面讲 我说以台湾的经验来说 那但是永续跟发展 真的像我们以前那样子想的 好像是你做一遍就要牺牲另外一遍吗 我们把你去看连在一起想 就是说不是要牺牲另外一遍 而是特别有创意的方式 特别像说循环经济 让你一方面可以去制作 加上雾面的东西 但是制作的过程就已经在渐软渐满 我刚刚提到的塑胶习惯网 比较永续的习惯的转型 就是一个例子 或者是说大家在实际穿着 打扮消费等等的这些方面 那在疫情之前 全世界确实是有一种 show in our culture 就是说大家会比较好奢的这样子 然后在不管IG 还是其他social media上面去shine 但是当疫情一发生 然后一大半的人类 获得不不堪言的时候 忽然之间这种发生就没有了 那大家就比较强调的是 就是人类之间的帮助温暖温度 就是我们ESG里面S的那个部分 它就变成至少这两年 这个在特别是social media上面 但是任何时尚的潮流 现在就变成是好像不是强调 个人比起方便的人多理解 而是说你做的事情 怎样去帮助到你方便的人 所以ESG里面的S 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也融入了 去发展这个对话脉络里面 所以当我们已经讲三重运线的时候 大家还是有点凑误 就是某个行动在一个大企业里面 是这种运线 另外一个行动 另外一个运线 另外一个运线 但是我们看最近的 就是不管我GRI报告 或者是ESG的一些提案 我们就发现说 大部分的人现在都已经找到了 我刚刚讲到的 就是同时做到好几种运线的这样的做法 那以政府来说 我们每年都会 highlight 能够达到几能多人去看的目标的提案 叫做总统飞飞克松 那我们今年的前五年 刚刚才出入有空的话 可以到网站上面去看 那去年有一个很好的案子 叫做凤茶 就是透过类似叫做 我开梦做的这种手机的游戏 去让大家拿着水壶出门 当做道具去附近的这些 就是有水质保证的一些 不管是饮水机 还是一些响应的电价 然后装水之后 就可以打开来换换情币 不再可以像盗款那样 跟其他人互动 而且还可以把这些情币再兑换 甚至是对在地有益的一些小农 这些社会企业的一些饮料 而且如果那个地方天气太热的话 那之后还会透过推送的方式 就是告诉人家 能快补充时 跟到一样的地方 又可能有热伤害等等 那刚刚这样子简单的一句话 可能是七个人去发展 可能在七个就都已经打得多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 越来越多就是 透过创新的方式去发展目标 不是看成个别完成的 而是同一个行动 就可以同时达到 在经济上 在社会上可以滑出 那就审计服务领域 认为哪些可以 可以跟哪些社会创新 做结合来发挥更高的价值 这个应该是各位的专业 应该是我问大家的 不是大家问问 不过我想是讲一个基本概念 就是戴口罩地图这个案例 我们可以看到说 当大家在排队的时候 看到前面的人刷了健保卡 然后自己手机上 最多30秒钟之后 真的那一家药具的存量 就减了二或减了三 这个时候这种参与时审计 这应该可以叫做第二方参与时审计 彼此相信 而且更重要的是当里面出现一些 就是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开放截图社区 通过报告案委员告诉城市中 故障的一个就是说 我们一开始的演算法是说 每个人离最近的通常都一样远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一天支撑机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在大宗明书 很方便的地方 跟不方便的地方 一样远的意思是不一样远 然后在很多就是后者的这个地方 等到你到时候要提出大家 其实这是不公平 但是我们坐在台北办公室 看不出来这是不公平 我们把人口的分布 跟药具分布一叠合 觉得你看百分之百很棒 就是自我感觉良好 那但是因为是参与时审计 所以每个人都会提出 他觉得更好的分配的方案 那当刚委这样提出之后 就像我刚刚说的陈部长 就说他会员交调 我们欧文隔天 就用了新的配送的方法 而且也提出了像刚刚讲到 杨奶奶有参与设计的 那样子片子上面的预购 那就解决了这个公平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再审计 不只是让互信能够互相理解 而且也是当真正有一些 systemic violence 就在系统里面 大家吸烟而不查的一些 偏见偏误的时候 那等于每一个裂带关系 都变成可以想出一个 更好的分辨方法 或者更好的介入方法的 创新的伙伴 而不是好像是吹哨 或者抗议 或者发疯 等等 所以他可以把 就是比较负面的 这种能量 引导成为共创 那有一个问题是说 如果这边泛滥 怎么样筛选 吸收对这有利的资讯 如何判断资讯的真位 那还有第二个问题是说 请问在从小到达 像过程的哪个阶段 或者能学习 对出社会之后的 私房工作的模式 就是影响最大 那我不想最主要的 还是你的 purpose 就是您现在 召集这个资讯 想要做什么 那所谓 purpose based 其实像我14岁的生 都影响最大 就是当时我碰到一个 我觉得很有趣的研究题目 叫做switch trust 就是为什么 束缚谋面的很多人 在网级网路上会 因为某个关键字用对了 就一拍几个变成 好像最好的朋友那样 不但彼此 扣心托费 就可以一起做出 很了不起的事情来 但是如果这个网路 目前没有设计 based with distrust 本来是很好的朋友 就因为一个关键字用错了 然后就双方彼此 借由封锁什么的 那在现实社会 因为都没有那么快 根本不可能那么快发生 为什么网路 透过这个主要是文字跟声音 像小中心 十分远讯息的沟通 会导致 switch trust and distrust 这个结果呢 那这个就变成一个 网站兴趣的问题 但是在当时 并没有任何科系 专门做这个题目 也没有什么教科书 简单来讲 没有标准答案 那我当时才国中二年级 所以当然国中的教科书 就更没有 所以我就很中二的 很快去找我的校长 然后说我想要 一天16个小时做研究 我不想要八个小时上课 八个小时做研究 那我已经跟学生 你看到有些一年红点 不知道我才14岁 都已经一起在写文章了 那当时我的国中校长就说 好啊那你明天不用来上学了 那教育局那边 他就帮我打折 那所谓党者 其实就会到文学的意思了 说已经过追溯期 如果你的意思是什么 在这个过程 我就发现 什么这些专业的职业的公教员 并从没想象那么保守 你给他一个case 就是你把你的状况 讲得很清楚 他愿意保护你 而且是愿意提出创新 所以对我最大的影响 就是我在中二的心灵里面 从那时候就烙印下来说 专业的公教人员 是全世界最创新的一个训练 那这我想解释 为什么现在也成为一个公共无源的原因 那所以我在当时就是 有了这个research focus 之后 其实往那一个方向旁边的资讯 就是我想要吸收的资讯 其实讲穿的不是一块钱 就是往这那个purpose的角度 purpose leads to project project leads to problems 所以不管你是哪一种PBL 大概都是 你开始有这个purpose是最重要的 那疫苗登记系统 振兴券系统 很多是官网网路开发 或者是外包 那大概都是开发 那在系统出包的时候 都将责任归咎于我 那为什么我不澄清 那能不能分享被讨厌的勇气 那是abillage 跟新诺文明诚 那我想也要澄清一下吧 就是说所谓责任归咎于我 我负的是说明责任 也就是accountability 就是the ability to give and account 那这个责任我是非常愿意服 就是大家问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就很明确的说发生什么事 大家有一些新的想法可以 所以不要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了 那我就回去告诉官网说 这些想法你要听啊这样子 所以我想作为官网 leader 给出交代的这个责任 是责无旁贷 并不是说好像我申请 是要连战的意思 我的澄清是说 因为我们开始真的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那非常谢谢这位朋友的提醒 我们从下一期开始 下一期开始 就会是做大家的这个想法 所以我觉得 所谓万事乱无路的缺口 却不觉得光的入口 所以每次出现这样子的缺陷的时候 因为大家的建议 我们才有机会告诉官网网路 以及其他参与的伙伴们说 你看你们本来想的方式 或我本来想的方式 大家有更好的做法 那为什么 你不就用这个更好的做法呢 但是如果我们一开始是说 那我们一定要等到做到99分 90.99分 那才公开给大家知道 不但会丧失防疫的这个时效性 那更重要就是大家就除了请了按赞之外 也不太可能给我们什么新的建议了 那所以通常我们的做法 都是所谓的开放式的API Open API 那所谓看不顺眼的朋友 有更好的解决方案的工作等等 他就用自己的做法去做了 那我并没有说我们怕专闻 于是就是让愚愤能够出现 绝对不是这样子的情况 那请用一首歌来形容我自己 那他大概都是会领了 的那首叫做Antham 就是Ring the Bells That still can't rain Forget your perfect pattern There's a crack in everything And that's how the light gets in 那喜欢吃什么东西呢 我今天周五吃的是蛋白痴 但是跨格物还有知识 那相信你终于持续这次 好的 那我们还有多久的时间 就能够在那里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Q&A 现场Q&A的单元 那现在请大家扫描画面章的QR Code 那有任何问题呢 都可以欢迎随时提出 那如果有同仁 是提问你想感兴趣的问题 那也就可以再用按赞的方式来推播 那按赞数最高的呢 那委员这边就会来优先的来答复 那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委员 好 目前推播第一题的是 针对元宇宙热潮的看法 是 我想Metaverse就是所谓的趋势整合 共享现实波浪在场 那我觉得这个字不错 因为我也蛮喜欢 Castro Clashdown 那但是我想这边做两个问题 一个是说 我们现在常常在讲Metaverse的时候 我们会把它想到特定的体验 也就是说你有FB账号 但没有FB账号会变成两种体验 就好像说我刚创业的时候 没有装微软的IE浏览器 跟没有装Internet floor 是两种体验 那就是所谓的二元宇宙 就是这个Walkart的里面 跟Walkart的外面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是很可惜的 因为就像我们如果是 在我们自己的办公室 我们在现实的这个宇宙里面 我们如果对于 不管刚刚讲到的麦克风 或者是大光桌子 所有这些基本的配置 任何这些互动方式 任何参与的人 都有改变它的能力 就算只是像刚刚换的麦克风 买椅子重新掉 以后一起把这个 比较回来不同的地方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对于空间的 安排的这种权利 但是如果我们是在二元宇宙 就是你要先买个SDK 你要先付分 就是很大一笔钱 你在开始有相当于 在现实室里面搬动摄影机 这样子的能力 但你如果不是注册的开发者 或者是你没有账号的话 你完全就是就是参与者 这个状况的话 那其实就完全不是一个民族的社会 基本就是跟我们比较不想去的那些 集权的那些政体 变成完全一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既然有强过民族的滋味了 我想不要因为叙事成何的关系 就跑去元宇宙里面 反而乐于成为集权的整体的一员 我觉得二元宇宙在我们的想象里面 应该要是多元宇宙 就是当你进入这个训练的情况 把训练情况投影回实体里面的时候 你对于怎么样子安排人员 之前互动的方式的这个控制权 应该是跟在场所有人分享的 其他分享的程度 不能比于我们在同一个会议室里面 搬桌子的那样子的一个程度 我觉得只有这样子 在真正的意义上面是多元的宇宙 希望回到这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是说 对于数位化症候的相关缺点跟后遗症 要怎么样子取得良性的平衡吗 就像刚刚讲到的 就是在快速公平乐趣 就是Fastware Plan 这三个就是数位社会创新 最重要的概念里面 快速是一定的最重要 也就是说任何的问题 当它发生的时候 你能够多快地把 碰到问题的人想到的那个解决方案 增幅变成接下来大家都在用这个方案 这是系统迭代的速度 那在我们都知道大家画到比较耳耳 如果没有保险的话 那就会有人听你所说的新的方法 如果你这样有道理 可能像我两个社会观就把你的想法公布 所以可以说是这一套系统的迭代时间 是14小时为周期 那国家实名制系统是以7天为周期 那100月系统也是以7天为周期 所以大概简单来讲 就是说缺点后期它一定会出现 但是你多快能够把这些缺货 变成汪的入口 这样才是取得良性的平衡方法 就是要交给这个问题 有14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有什么建议给台湾的家长 培养出独立私房大人责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你把它当大人看就好了 就是这样子 就是任何事情 如果他可以为自己的决定负责 至少负说明责任 就是您请他讲出一个道理 他讲出一个道理 那这个情况下你就说 好 那这你对华你自己负责 但是当然就好像你对另外一个成人的朋友一样 你还是会分享你担心的部分 提供你个人的经典等等等等 但到最后他只要说明责任 就是他自己的事情 他下来的最后的决定 所以你越早把小孩当成18岁的成人看 那他就越快的 就好像一个18岁的成人一样 能够为自己来做独立的思考 那这个时候互相给出交代 讲到对方听得懂 积极的聆听等等的这些方式 当然都是这样的重要 那你如果是把已经明明满18岁了 但是说已经还220岁了 就把他当小孩子看 那这样的话 就大概比较难去形成 固定思考重门 再一个问题是说 您认为现今的台湾社会 除了清衡文化 清衡文化 清衡文化是什么 对于新世代最大的价值主张是什么 那有哪些这个在发展的元素 我觉得台湾的新世代 在至少因为我是不得青年参与了 就是有非常多青年咨询委员 甚至达到20岁 达到18岁的朋友 也提了我们 公正宗文化 上周四分之一的案子 所以看起来就是 他们对于共好 对于永续 对于不是只照顾台湾 或者他们旁边的人 清风 而是能够把共同价值 全世界的人都当做清衡好 有所谓的Global Neighborhood 那我觉得这个是新的这个世代 主要是把这个世代 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 就是他们想事情的时候 已经不是物影上面在他身边的人 才是他的邻居 而是在Minecraft 不一定Minecraft 在网络世界里面在他身边的人 就是他的邻居 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因为如果每个国家 都只注重他自己的国家利益 然后把它造成孤立的环境 跟经济 跟社会的整个都外部化 那互相以零为货的结果 就是我们当然都去不了 所以我觉得 透过这种 做planetary community 这个行星 当作一个社群的方式来想事情 我觉得是 确实要我们做民主的生化 做国际的连接 就是希望 把我们在下一个时代 能够开始 作用全球的程度 来想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的一切 有11位朋友想要问说 每次发生整齐情况的时候 新外国是怎样 跟团队在最短的时间内 找出解决方案 基本上就是上网求救 我们在网络上面有上万个人 在这个临时整个频道里面 那每次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 就会有更多的人加入这个频道 比如我刚才找这些实验制 在我们生三期不到三天 就已经发展出来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所有没想象得到的 后来的扫码 其的开发者 其管家的开发者 当然社交距离的开发者 包含LINE的开发者 那非常多人 那都在同一个频道上面 就是不断的去比较在国外 他们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解决问题的各种问题是什么 有什么我们该要避开的部分 那还有就是大家对于这套系统 在公司跟自然上的保障 有什么样的期待 怎样降低它的曲线等等 所以所有的我与团队 并不是说我号召一个团队 大家听我的角度 我分派工作也很完全不是这样 是好像一个swarn 就是一个风群这样子 就是每个人自己去想出 可能比较好的做法 但是不管成功或不成功 他的试作 都立刻分享的时候 所有人看到这个迭代的速度 甚至是以鸟为单位在迭代 就是过期 我们在冒出的更好的点子来 所以就是在这样子一个 几乎完全不间断的黑客丛 的一个环境 大概72小时里面 我们就把这整套做法 那主要的设计者 这个平球城 S城 S城根本还都在台湾 所以真的是round the clock 就完全都没有睡觉的那种程度 那黑客丛 那就很快的熟练出来了 那为什么能够这么快去这样子熟练 就是因为我们不管在临时正非 就是总共备的黑客丛 已经有非常多这种 在短时间72小时之内 聚情会想结局公共问题 的这样子一种经验 最大的公共成本 都是非常非常低的 甚至有的时候是复照 就是说朋友打字 给你们就知道 来讲什么的这个情况 所以这种心灵神会的默契 我觉得是平常就值得培养 真正取样的时候 才能够来使用 这种非常结果的问题 那有14位朋友们问说 那怎么样子面对社会 大众跟媒体的语问 他有坚持做对的事情 我从来没有坚持 就是我觉得你想的做法 跟不对 但是我就坚持做你想的事情 所以就我并没有任何范围主意 有没有作为的not inventive syndrome 我会说好像不在这里发明的 我就会参赛 为什么因为说 到底一开始的发明的 不是我发明的 口罩地头是台南这个 江明宗啊或者是展伟 那我刚刚讲到的 这些是两位情形网友 就是并没有哪一个想法 是一开始我原创的想法 我刚不断的强调就是 我的工作只是选美连战 他们本来要吵起来了 我稍微综合一下 所以我们如果这样这样做 你两天都可以抱劝 那我只是做这个工作而已 但是我并不是觉得 里面的任何一个物件不能够抽换 所以任何时候 你只要想出更好主意 我立刻就用你的主意 所以这个舆论就不是一个压力 这个舆论是一个助理 因为只要舆论里面有几个字 是值得参赛的 我们隔天24小时之后 马上就用这样子的做法 那大概就是这样的方式 大家才能不断凝聚 到当下对的事情 而不是上个月 我们对的事情 才能够别败 好 那有14位朋友们问说 关于 这个问题好想往里面快点 关于 fake 技术 除了被用的假装 所以自己看来 有报处用这个技术来 制作工作人物的宿人 其然一段时间 对于其他人造成伤害很恐惧 但是目前就没有法理 可以保障受害 这三千万保障 对于这个案子 是有规划出的决定方案 或者是有相关的 这项工具 对消费的伤害 那我想这里面 要分两个部分来讲 一个是说 如果是问说 就是你伤害他人 你散播了 作为这个目的 那造成其他人的不利益 那来做这样的合成的话 那保护目前已经是 拟好了这个法律的修法 的草稿 应该被送到院会了 那关于就是 刚刚这边是 心爱影片的部分 当然是谈得比较重 但是就算跟这个是无关的 而是说就是把一些 我没有讲过的话 塞到我嘴里 那希望在选举的时候 造成一些效果等等 那这些也都有他要 付的这个行则 但是这个他是就是 就是以散播为目的来制作 所以如果你不是 以散播为目的 你是做研究工作 或者是 你就是要DK自己 或什么 DK自己 对因为你是DK 等等的这种状况 那这种情况下 都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你并非散播 其他人想要造成他人伤害 你对自己 或者是你根本没有要散播 那这样的情况下 是还OK的 所以希望这样子的一个切法 大家是可以满意 但是如果不满意的话 还是可以听各位的 立法委员讲 但是我们原本用 尼克生效 和塞到立法委员 三度通过 才会通过 这是一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是说 其实这其实就是 这种Photoshop 那就是影片版本的Photoshop 那就像现在 任何人都可以 复制贴上 用成文字的方式 假装这个护士 那是谁 这样一句 了不起的语言 那所以就是 大家慢慢发现说 原来看起来 循序如生的影片 也可以用相同 简单的方式 都很想出来 那等到大家都掌握了 这样子的技术 那当然用这样子 来散播害别人 是会受罚的 但是大家手上 都有这个技术的好处 是什么 那就像洞新闻一样 大家都会制作洞新闻 到之后他就不会觉得 看那个就是真的 大家都知道说 这类似像是 画下画的插画 那样的东西 但是如果我们要知道 某些学习 某些人真的讲的 你还是要回去看来 拿勾勾 或者有没有什么 这个红正的方式 通过审计的方法 来知道说 他一开始 确实是他自己的角色 而不是对合成的方式出版 那就不是靠讯息本身 不是靠 forensic 就是不是靠讯息本身 再来看看是不是真的 而是靠外面 我们所经历的这套 新闻的架构 来看它是不是真的 希望看到这个 好 新闻会不会有慌张的时候 会 但是大概都很短 大概两秒钟左右 那我就会把这种 不舒服的情绪 或者愤怒的情绪 一下就转念成为 那我可以做什么 让状况变得更好 像说麦克风 如果大家听过 会慌张的两秒钟 对不对 但是立刻就可以想出现在 解决方案了 所以我觉得重点还是说 不要陷在那个情绪 把那个情绪 当成是好像 活性警报器 那如果你听到 活性警报器 然后就吓到 待在原地 都不敢动 那你就完了 对不对 所以就说慌张也好 压力也好 这些动用的情绪 那就好像 活性警报器 你听到的下一秒钟 事情是应该冲出去 或者是什么撒水 或者开灭火器 或什么之类的 那平常就要有 足够好的 这样子的精神上面的弹性 那这样子感受到 后面情绪的时候 我们一下子 就对症下 要去做出正确的做法 而不是好像 然后就好像 然后就好像 要跟那个情报器打架 那这样的话 大概到最后 也没有办法 逃出火场 所以面对压力 除了通话 就是睡觉 只要睡满八个小时 所有的压力 都是放掉 那如果是 真的很困难的工作 在学前 看太多东西的话 如果要加班 那就要睡到九个小时 最后十个小时 那反正就是 学到自然期 那凡是被闹钟闹醒 都叫做睡眠不足 那睡眠不足的部分 我们大概都 一定会在中午他们上 那还有半小时 大概还可以处理 六个问题左右 那如果 就是想要追问的朋友 或者拉票的朋友 现在可能是 最后的机会 可以信一下 有时就会可能问 说要怎么样子 所谓的说服 不熟悉克上运用的对象 来尝试数维转器 我想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让他自己去决定 对他来讲目前最荣得 工作生活里面的某个痛点是什么 他每天做某件重复的事情的时候 会觉得自己很像その虚人 碰 nothing失窄 那就是在那件事情上面 去进行做了事情 我觉得 我有个朋友叫INDA LUTAS 那他是Rails Girls的创办人 他有一些就是想要的Weno啊 这些开放硬体的工作坊 就专门是给就是女性的一样的 赔利的工作坊 在他Rails Girls 那在他的班上 他常常就取得了一次 就是有一个小孩 还不大的一个年轻的母亲 那他们问 照例问说你生活中的童年 那他就说他的童年 就是他小孩严重的分析焦虑 所以他就算只是去向个赚 或者连买的东西 那他的小孩都会哭到 乱七八糟 而且其他人来玩的童年不动 那这样子的情况 就一定要带着小孩嘛 他跟小孩有严重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痛点 那但是就是他完全没有 成绩的经验 可是他学程式设计 若是为了解决这个痛点 其实从设计到完成实的话 可能两个人就带你 两个人都是这样 那他就设计一个 把他的运动手团 连到也代表一定显示 那他告诉他小孩说 妈妈走入到两百步之外的杂货点 然后再走两百步之外的杂货点 然后再走两百步之后的回来 那个导演一定会从零套到两百 再从两百跳到零套 那如果你学生是只学写这一套东西的话 真的两个礼拜就会学会了 而且这个结局 他真的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小孩真的就把这个导演 看成像过渡课题 transitional object 就好像妈妈一样好 所以他就看在那边数到零 然后妈妈就回来了 那完全没有什么分离焦虑的问题 所以他一天如果只是因为这个 就可以赚回十分钟自己的时间的话 那他这十分钟就可以再学更多的事情设计 去让自己的问题再进一步都可以解决 所以我的建议都是 你他实际的同学能需求出发 而不是说你这个教科书上面 说你要先写法罗沃罗的出发 他写不管多少的法罗沃罗 大家都能解决他生活当中的问题 如果你要跳槽的话 他说这个开了资讯的背景 要怎么样子加入您的反对 还好我们可以匿名提问 OK 如果你要跳槽的话 我们通常有两个方式了 一个是说你可以去申请我们的 瑞的这个专案 他在瑞.pdis.tw 那瑞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Rescue Action by Youth 就是青年全身拯救 是个体检政府网站的这个计划 那这个计划简单来讲 就是我们每年在暑假的时候 你可以以一个研究生的身份 所以可能大家要去考虑一点点 研究生的身份来我们那东西见起 那你就是挑你最看不顺眼的 某个工部门的网站 然后去问他们的使用者 到底平常在骂的时候骂什么 那这个通常都跟这个网站的设计 这段来讲大相径庭 然后比方说公托登记 这个应该是台北市社会局的 那他们实际在使用的时候就发现 公务员大概都觉得是用桌机 然后很容易插卡 很容易用画室等等 但是其实用公托的这些家长 用手机居多 而且用手机的时候还是容易执行 因为他有个小帮小带 这个情况下他只是想要 赶快单手操作就出去 他必须有什么想法去 就是像我们平常 游载游载的浏览网页那样子的去看 完全是就是实用导向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不管是公托 健康网站注册 支援服务 商量流流网 缺乏等等等等 但都是就像刚刚讲 那样子以解决痛点为主的方式来进行讨论 所以我会觉得说 我会觉得说不一定要提示 真的就是可以花两个月的时间 稍微健康一下 这是其中一个方法 那另外一个方法 大概就是你如果想要多看的话 每一个部会都可以派一位朋友来我的办公室 作为戒调 那我们目前已经非常多 36个部会到一半 都有人在我们的办公室 不过也表示有一半 肯定有派人来嘛 所以你也可以去考个部 不知道考什么 然后加入部会 然后争取成为部会 谢谢我们的办公室的朋友 希望回到这里 我们就往下 有22个朋友们想要问说 想要请问对加密货币的看法 以及台湾的政府 是不是有可能发行 加密货币让人很棒 但是目前还是有两个主要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 就是每秒钟能够清晨的交易量 在一定的行业的范围之内 那以及达到这样子的交易量 我们是在往后代子孙 透支他们的环境账户 还是在帮他们往后代存钱 那目前看起来 就是这样 还比较难兼得的这个情况 最大的基本 目前还是在透支子孙的 这个谈消耗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大概在我们政府发行 自己的例子之前 在这一段结局 我就蛮乐观 我觉得在这三四年 大概就会一定 程度上面 这些是个问题 不管是Google State 还是其他 就是Google World的做法 大概都可以成真 但是在目前就是此刻 以太坊也还没有真的 完全信息 大概一定的这个此刻 那我们如果去发行 然后造成 我们的探中 会更难达到的话 我想大家都不会愿意的 这个是具体的回答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去找到一些场景 这些场景 消灭加密货币 它的公信医疗大伙伴 那这个在其他的国家 尤其是亚航 没有几个人信任的那种国家 那这是很容易达到 因为它本来发币的合法性 都可以弃 那但是就好像 我们不能为了推公信工资 就是比较为超 一样 我们也不可能 因为要推动加密货币 所以丧失新台币的合法性 这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创行 它在那一个 有更高的正常性 那种场景的要求 就特别到 在台湾行动时 就是一直到 你可以不用 在手机上面重新安密 可以在接触的情况 直接刷 终于比 好像又有它会看 用的秒数 还要听的时候 才开始有不纪律的 那同样道理 加密货币也必须要 它的就是清算的速度 它的排碳 跟它的合法性都高过 先行人性肯定的数位置付的时候 那我们才会来做发行 那在此前 那应该好 毕竟不断在做一个教习 有28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你们在登陆T热场的看法吗 我学英文就是13、14岁的时候 为什么会学 就是因为当时 你应该有学校模法公园会 那模法公园会是以 Meshit Gannery一种极换式卡片游戏 所以它是有一种 好像可以当乔白大的那种功能 但是也有可以当球员卡搜集的那种功能 所以后来就出了很多 什么类似路径 它们有什么反光什么其他的版本 那限量之类的 那我完全没有去管后面的部分 我都是打牌 所以我们要比赛前面接牌来打 但是我的队友 我的朋友有很多就是在收集这种 限量印刷的卡片 而且每一次 就是Wizard的Coast公司 只要在印一批木码牌的时候 它还要发明新的英文单词 不能跟现有的派去重复 因为如果重复的话 就破坏前面的那个收集的能力 所以我从很小就学到 同一字的各种不同的表现方法 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不管是球员卡 或者其他限量提倡的东西 的交易市场 那这个本来就在有比特币之前 有问题之前 其实就已经很恐怖发展 那这个其实 它的交易市场的流动的可能更大 那而且它就是金算的速度 也可能更快 至少比你实际的一下 我们把牌是OK 我们把其他去看一家 要快一点吧 那但是它后面的原理 我不知道有什么两样 还是完全相同的东西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 不要因为套上一个 所写或一个发语词 去排练什么的发语词 就觉得它是一个 完全不同的东西 它实际上就是用一些数位技术 去施作 本来就已经存在的一些经济 或经测的这些模型 所以是以那些模型的方式 去了解它 而不是以一个发语词 我想它就可以因此就 不顾目理规则 或者是不顾目经济规则 可能是没有这种事情 我想回到这个 有三十个朋友问说 数位科技与平台造型的落差 或者偏长所谓的BiOS 是可以担用数位科技或其他 引用来解决数位的 变迹 这两句话的问题 我想说平台落差 有限决定的用意 平台让真实的小孩 可以更快速的学习 经验支持 面对偏向小孩连载 决定询问资源 没有多么样的时候 都会造成差距 以及所谓的BiOS Ai以大量白种而进行 可想的辨训造成千万一种 多数小孩在来人世界 持续的净化 我想这个确实是我们持续在讨论的问题 不过说现在偏向的小孩 完全没有在去跟询问资源 这个可能就真的是 雄怀世界 就是全世界的范围来讲偏向 因为以台湾来讲 以我的理解 反而是一些既不是山区 也不是都市 所以不山不是的这些学校 比较容易觉得说 那他家庭只要多生一些小孩 家里的资源是不够分 学校的图书馆是不够用等等 但是反而在真正的偏向 因为也是因为人口万一的关系 那大部分我们在秦湛建设所 给的这些责任 其实是蛮够他们的学习使用 当然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做得更好 比方说不是只是上学 学期内的时候可以接回家 谈求家里应该要可以接回家 或其他的在随时随地都可以上网 在学校附近可以上网等等 当然有非常多可以进去增进的部分 可是这个并不是说 好像我们因为要照顾这些 所以我们就不推出为学习 我觉得这可能是本末导致 我们是应该是说 或是说这个有极少数的人 他没有健保卡 或者是他回国还没有健保资格 或者怎么样 我们就不推全面健保之后 是很能想象的一个状况 而是说我们怎么样去确保说 还可以尽快地把这个资源 在误极公平正义的情况下 能够调节到需要调节的人 这就是宽品人权的意义 就是在台湾的任何地方 如果你没有添卖 如果不是一次就做过 类似的金额资料保满预约的话 那那就是我的错 这是我的问题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就是我们是在底层 透过数位作为人权 宽品作为人权来解决 而不是我们在顶层去说 我们只有在有数位的地方的人 才有人权 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那当然如果你是 你全世界范围的话 可能就不是我们现在的 四居五属技术 可以完全解决的 可能就要 好像说低轨到卫星 就是让一些真正的离岛 或是它在Landlock旁边 完全被其他国家包围的这些 但是它可以只要看得到卫星的地方 就可以接受到官聘 像这些我觉得都是进一步 让网络更补及到那些做法 那AFIOS 其实这样子出了这个问题 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给出这个资料解决来源 而且要要求它的多样性等等 反而这个问题的解决的方式 是比较明确的 与去说我们在太平洋中间的小朋友 怎样截取到网络 那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 科技的创新和普及化 但是如果您刚刚提到 其实说你的training data set不够多元 那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你揭露这个不够多元的情况 并且当你要使用的时候 你其实说把肤色比较深的人 像不够以前犯的问题 把它都变成配星星 因为它训练制造机里面只有配星星 那而是说 那就把我们摄取那个营养的时候 这个蛋白质跟太水化合物 跟支持要保持那个 就好像能源的发电的平衡的发数 那我们也必须要实际让它在训练的情况 跟在应用的情况 它是有一个互相均衡的发数 所以就有点像是 我们在实际上要预养 然后签这样的方式 我觉得就可以处理到一个程度 这反而领导不测 我觉得然后两个容易解决 需要消费到这一个问题 二十一位朋友问说 全民公投选举投票这些活动 是可以透过电子投票来进行 来进化附证人的人工造册 以及统计的工作 我想公投的不再请投票 就好像全务人员一样 就是他人在一个地方 虽然他父亲在本来另外一个地方 但他可以事前办理一次转移 转移完之后 他就以他转移到的那个地方 作为他下次投票的点 那这个我想周全会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在再下一次的公投 应该就会有转移投票的系统出现 那为什么是采用转移投票 而不是采用电子投票呢 那最简单的一个回答 就是转移投票在全国性公投的开票 开票过程确保开票的正当性的方法 跟我们本来就很习惯的唱票 各党派人士在那边录音 而且每个都还有一个app 可能叫什么穿云建 还是银眼部队 第三个我忘了 可能不知道有没有吧 对不起没有下载 大家不太如何 就是说他可以一方面自己监票 一方面帮忙计票 又是一个参与式神器 就是 这样子的计票 到最后就是各党派的人 他的YouTuber看到的东西一样 那当然大家就对这个选举 感到非常地公平 但是我们可以想想 如果这换成电子投票 而电子投票就不是说输出一张 可以唱票的那张计票单 你如果讲电子投票 其实说让人 比方说市场者可以很荣耀听的 点字按紧键 但他还是产生一张票 还是透到票规 那当然唱票的做法还是一样 但如果你在讲的是电子投票 加上电子计票 而中间的这张唱票单 并没有办法用一样的方式 来确保就是大家都可以在房间测路 自己计票等等的话 那当如果发生 有人指控舞弊等等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看一些先进民主国家 常常在总统选举的时候 就会出现上第一次指控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摆个摸面 因为我们不像本来的做法 是可以靠每个人分散在手机里面的录影 当作分散式账本 来证明说在那边的股票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就有点像是说 央行本来的公信力高 所以你要用加密货币的公信力要比它高 我们目前资本的畅票的公信力非常高 所以你如果要想出电子投票的座 来取代这个机票的时候 你的公信力又要比它高 那如果你想得出来的话 说真的你心里来了 我是还没有想出来 直接走开 有时会朋友们问说 在未来就是我们最需要具备怎么样子的能力 我觉得最需要的能力就是去看到未来已经来了 然后去协助这个未来均匀扩散的这样子的能力 什么叫均匀扩散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就是让实际会被这个未来影响的人不要等到未来被影响了 才发现它完全没有办法干预这个未来的来务 而是你现在如果已经感觉到某部分的未来已经来了 那你就把它转移给比你稍微不同一点点的人 让它又可以再转移给比你更稍微不同一点点的人 当然在别的课题上还是它转移给你听 但大家有这样一种互相学习的社群 比方说这一次因为这个私的工作案的关系 大家现在都在上同时课 这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确保每个人都可以接触到比自己相会多懂一点点的 然后来听各方不同的这种见解 那因此未来就不但会提到来临 而且是更加均匀的来临 这种专业的能力跟倾听的能力 是同一种能力 不阶级倾听的能力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希望会到这个地方 有诗位朋友们问说 您总是理性的思考 课题分离得很清楚 请问这样子的思考方式 是不是从小培养飞机 如何才能达到这样子的境界 对确实是从小培养的 那主要培养的就是我爸 我爸他很自豪的 一种叫苏格拉里式的教育方法 这个教育方法就是他 要求我不要盲信 不要相信任何权威 包含他的这句话 包含他的这个权威 所以随时我想说一个主题 那可能很就是离境叛道 但是没有关系 他就开始问我 说那你想出这个方法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角度 你有没有想过那个角度 你刚刚这样讲 你现在这样讲 是不是以前会有一次矛盾 等等 那就是苏格拉里的瑞华路里面 所使用的所谓的产波法 就是他自己不产生任何概念 但他帮助你把你的概念 产生得更完整 那所以呢 我如果需要无力取闹 把课题完全混在一起 然后这个声东打西 扎到草原 这完全没有用 那他用这样子的方法 他也不需要来反对我 他就让我看到我的主张里面 自我矛盾的这样子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说 这真的很棒 因为这个就是给出一个脚带的训练 不管我要做什么事情 我要先说明清楚说 那我这件事情 他为什么我做这件事情 我什么都不做 因为我什么都不做 这件事情不会自己解决 我做这件事情会造成更大的害处 为什么不会 那以及造成这样的益处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有想到 别人可以加入的地方等等 变成好像一整个 就是辩论阵方论述 整个论处的架构 那就在这样子的产波法 对话里面会自动跟产生 所以我觉得 确实练习 进行聆听 练习这种最大的方法 进行一些哲学思练的训练等等 我觉得这些伟大的帮助 希望能让大家解决一下 那有十四位朋友问说 可不可以用平民的方式 来说明一下元宇宙 可以讲 就是元宇宙就是 包括我现在放眼望去 就是七位同仁 在这样子的一间房间里面 但是在这间房间里面 同时有好几十位椅子 都是空的 那元宇宙就是 如果我稍微按一下我的眼镜 线上的各位 特别就坐在这些椅子上面 而且大家左看右看都可以看到旁边的元 也就是阴阳眼的这样子一个状况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来到了元宇宙 而且虚的比试的多 这些真的是元宇宙 那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有参加过外露音 或者阴阳眼的活动的话 大概就可以了解到元宇宙的组成的成分 那但是当然在元宇宙里面 大家是一个最舒服的方式 这个应该是在场的所有人可以一起安排的 那只有这样子才是所谓的多元营 叫我先往回到这边的问题 有13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整位每天工作忙碌 但是却仍能对目前社会上发生的议题 保有一定的掌握度 当然因为就常常看大家slide的问题 就算你没有投票我也会看 我会去每个都会看 大概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跟上实施 那在请问在资讯报章的现在 这种平常会有什么管道除了三个之外 取得资讯 以及阅读各种资讯的时候 如何增加对于议题的掌握度 以及将不同议题膨胀的这些能力 就像刚刚讲到 其实我的重点都是能够Purpose 所以我不会特别是 好像一直划手机 然后看一些就是跟我Purpose不关的东西 那为什么我不会这样呢 因为我根本不会划手机 我会在用手机的时候 从Hump Pilot到现在 中间经过可能Shop Zoros 然后Galaxy Note 然后来这个iPad等等 那都有一个就是 我今晚每一代的PDA或手机 我只买都比的 那原因就是因为 因为我非常容易被触碰一幕上 所以只要给我有一个可以划那一幕 很快就不是我在划一幕 就是你在划我了 那然后我就完全忘记我本来Purpose是什么 因为我会觉得那个手机 那么好像变成我的手的延伸 那这个放下手结果关接或者它 就是网络断线的时候 我还会有种环置这阶段的那种感觉 那感觉很粗 所以我绝对不会用这样的方式 但是相反的 因为是透过键盘或者是透过一支 它必须要是有intention 你如果不想点某个地方 你没有办法就不极其妙点到那边去 这根话说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所以因为中间隔阵一个什么 所以我每一次在做个动作的时候 一定是先带有目的性 就是说我现在想要多了解什么议题 我想要看某一个新的方案 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大概都是透过关键责布主题 不要先这样子去处理防控 那这个处理防控到的 我也不会就献解 那个作者的视角里面去 他一旦提起另外一个作者的想法 提起一个我没有看过的关键字 那我可能就帮大家看我一起摆刻一下 哎呀你就连出去了 那这是因为我的记忆方式 是用关键字配上全文检索 所以我也不需要什么关键 我只要知道这些不同的立场 大概有哪些关键的价值 我记得这几个关键字就好 反正数到用试随便找 需要的时候我透过全文检索 总是还可以再把它找回来 请我回答这个问题 好那接下来有13位 我想要问说 台湾现在已经迈入了高龄社会 那请问目前政府针对高龄化 还有针对成兆 是不是有哪些数位创新的规划 确实我们现在 就是好比像说 所谓的A各管 A局限的各管员 他们今年就赢得了总统 他们所做的事情 就是把他们每次跟范甲讨论的经验 他们透过一些机器学习 跟未定道的机器学习的程度 来从这种注视智慧 这样子的方式 去把它累积的这种经验跟这种判断 让他能够训练下一位各管的时候 以及他自己在比较忙的时候 可以像我刚刚讲 透过群文检索去看 之前他向了一些判断的一些做法 可能方便类似小助手 就是回文针 如果大家也不用过的 对那种状态 那所以这个做法 我们把它叫做assisted indulgence 辅助式的智慧 就是他不是取代各管员 跟案家沟通的那个品质 不是减低 他跟个案沟通的时间 而是说让他每次沟通的时候 他更精确地知道 这次他问哪些问题 而不是说重复问相同的问题 也不问来问一样的问题 那而是说每次问的问题 都可以引导到 就是各种不同的专业者 一架上会者一样 去看说这个案家 他实际的需求在哪儿 那这样子的一种 注视智慧的发展方向 我觉得才是AI 真正对社会有价值的地方 而不是说你准理一个AI 他通过了图定测试 好他可以把一个人换掉了 那又怎么样了 他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重点还是在我们让人跟人之间的教学的过程 训练的过程 能够更快的更有效的达成 比起很多人之前 不能够在同一个地方 彼此其次广播 透过像是Lito这样的系统 Join Voice这些系统 它很容易凝聚共同的加持 我觉得这些才是数位创新的重点 所以如果想要知道就是长照好时光队 到底做了什么 你进来买一些AI的话 欢迎索提供我们 招供该配各种频道 很快蔡总统就会颁奖给这个团队 有13位朋友问出 虽然说所谓能者过劳 但是每一个人的时间有限 确实像我一天只有八九个小时 可以工作 其他都在玩 那感觉睡眠的事情 那觉得这个台湾要如何培养第二个 甚至第三个或者第四个糖封 可以怎么样 真的数位 数位证位 不过我是觉得说 并不是说 我刚刚讲的这些空间 这些空间必须我再长 它才发生效果 实际上我已经很少去主持 任何我们刚才讲 组于平台的写作会议 那大概我都是受宠 完办公室的同学人 或者是我们的每个部会 都开放政府联络人 那他这样子学习了四五年下来 那其实他主持的能力不过还好 那因为毕竟是 过广播放进来的公务员 而且他们在好比像说 暴雪囊庆重新设计的时候 再次主持的小桌长 可能就不是财政 除非是还会回来军说 但是我们在处理 向来致敬就是钓鱼 或者冲浪的议题的时候 说不定反而经管会 或者是财政库的人来主持 那这个主持就比政委主持更好 为什么呢 因为排水出来 也要自己保持 尽管会那个人 下半夜是全冲浪 所以意思就是说 它是真正正在 历史的那个角度 就是民众的那个角度 但一方面有这个专业 就是公共行政的专业 但二方面它又有 那一个就是第一手的经验 Lift Experience 就是跟实际来倡议的民众相同的诉求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我觉得它刚讲 选每一边站跟各种的一场沟通 在这个状况 一定不是比我好 因为我也没有累计这些第一手经验 我每次主持之前 其实如果我没有第一手经验 我都解释不上那个经验 以前2015年 主持Uber 就要去做Uber 当时台北Uber Black 应该几乎每辆都错过 然后在Airbnb的时候 我还要自己去订Airbnb 去住一下对方套房看看 对方日子套房 这什么状况 网络卖一条 总之在这些议题上面 我的第一手经验 都不如这些真正平常 就有第一手经验的风雨 所以我不会觉得说 好像我就是最适合的主持 我比较是Process Designer 就是把这种做政策的过程 也当做一个设计的产品 去跟大家一起设计 但设计完之后 不一定我自己执行 这一趟设计的过程 请我回到这个问题 好 那有13位客们问说 很敬佩 你能够跟各种立场的朋友沟通吗 那请问怎么样子的人事 我比较容易激怒我 或者转眼画景 我想最容易激怒我的 就是摄影机会麦克风坏调调 这个是绝对一两钟激怒 但是我大概两两钟就画截掉了 因为总是可以 就想到某一种方式来解决它 也就是说 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去 替大家的想法 然后把这些想法 变成一些共同的价值 再把这些共同价值增幅 就让大家都知道这个共同价值是什么 所以中间的这个沟通的工具如果坏掉 那对我来讲是最感到挫折的 但是也因为其实中间坏掉太多次了 所以就是每一个软体包含我们这样的Google Meet 还有哪些Plan B、Plan C 不如到可能没有Plan Z 但是大概Plan H 之类大概都有 所以就是之不记 那我就立刻好像都开一个GT 假设呼呼命整个烂掉了 那我就在Slideo上面 立刻开一个直播 然后把视频大家按一下 就可以导向过去 之类之类之类 所以这囊里都已经有各种逃生门 这样子的一些逃生路线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所谓今天我就像刚刚讲到 其实国境警报气象了 大家要逃到各边去继续赶贵 这样子的离开的 而不是说我们在过程里面 就动弹不得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每一次就是处理强制意外状况的良好的经验 就可以让我们真的是每次一份愤 就把这个愤怒变成共创的力量 而不是变成对人不对事的 在那边就是追究责任等等 我觉得追究责任不是不能做 但是那是在我们已经共创出更好的铁堂之后 回来看说 那我们本来这种方法怎么样不要乘到此之类 因为如果我们还没有到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的话 那大家的那个力气 我觉得是更应该是方向去看共同的价值 引导到更好的解决方案的这个方向上面 那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提了非常多的问题 那不过因为时间关系 就只能先回到这边 那非常谢谢大家 Live on and prosper 拜拜 好